亚太报道 媒体报美军印太情报总指挥密访台湾 台美官方都不证实 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宣判 到底谁赢了官司 蛋壳公寓陷入暴雷漩涡 房东租客能挽回损失吗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上海多地出现新冠疫情 无症状感染者或疑似病例 浦东国际机场有员工近期被确诊之后 星期六和星期天又确诊两例机场员工 当局一度封闭了机场 对所有人进行核酸检测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上海当局本周一凌晨发布 浦东机场周日深夜 组织所有相关人员接受核酸检测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微信公众号 上海发布表示 浦东机场各货运站及货运区域 所有人员22日深夜连夜参加核酸检测 检测地点就在机场P4停车场 当晚众多网民上传浦东机场封闭的现场视频 拍摄者称因为机场人员需接受检测 导致大量旅客被滞留在机场场面混乱 在机场内做核酸检测的范围还包括 第一监管区、西货运区、东货运区所有驻机场单位的人员 机场当局还要求凌晨24点前完成这些人员的核酸检测 一网民在视频中说 在机场内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将大批人员往里推 阻止外出 现场人群拥挤呼叫声不断 有人体力不知倒地 本周日上海卫健委公布 当天新增一例本地确诊病例 该患者常驻浦东新区 为前一天确诊病例吴某某机场货运站同事 而自11月9日至22日已出现5例在上海浦东机场工作者确诊病例 若将他们被感染的配偶酸肉 已有7例上海浦东机场的关联病例 因此浦东国际机场全体员工需集中接受核酸检测 上海居民毛女士对本代说 这次疫情基本上由浦东机场传出 当局本周日公布的一对确诊夫妇中 其中一名护士在浦东医院工作 该医院也因此封闭 另外浦东张江镇顺河路126笼小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最近安徽影上上海等地被确诊的5名患者传染链 均指向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对于武汉肺炎近期再度爆发 武汉一位维权人士对本代说 新确诊的患者从未停止过 只是有人隐瞒不说 武汉患者家属张海对本代说 很多人是旧病复发 是要向武汉政府追责的张海 关注新冠疫情传播途径已经超过10个月 他说新冠疫情久拖不止 相信与病毒变异有关 在距离上海2000公里之外的满洲里 上周六新增两例确诊新冠肺炎 新华社报导被确诊者是一对夫妇 男士怀魅工人 截至22日8时 满洲里共排查留调 密切接触者194人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48人 所有密切接触者均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满洲里疫情爆发后 已经采取封城措施 当地的火车汽车停运学校关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发起众筹支援在台示威者的 香港网台主持杰斯 上周因涉嫌资助他人分裂国家等罪名被捕 这是香港警察首次以国安法 打压同情抗争者的筹款计划 有评论认为 杰斯经常公开评论政府施政 这次突然被捕事态不寻常 外界也关注 香港人会否因为捐款支援社运而堕入罚网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署人员上星期六采取行动 拘捕网台主持杰斯和妻子曾碧云和助手力保力 其中杰斯和助手涉嫌资助他人分裂国家及洗黑钱 两项罪名 杰斯的妻子则涉嫌洗黑钱 警方表示留意到今年二月以来 有人在社交平台发起众筹活动 声称款项会用作支援因示威离开香港的人士 并提供银行户口资料做收款用途 国安处调查后 怀疑有人非法挪用及处理部分款项 并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和组织 而杰斯被警察扣留约40小时后 星期天获准以20万港元保释后查 前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形容 国安法为香港带来的是一场大清戏 杰斯的遭遇显示 近日大清戏的对象 已从勇武派扩大至合理非人士 我以前被捕的目标对象主要是一些勇武派抗争者 但现在因为抗争者勇武派大家都被捕 所以合理非会变成下一个目标 像一些募款的工作也会被说成是一些纸黑钱 一般的知识节跟一些合理非的抗争者 有可能他们会害怕只是募款而已 但是也会丢了工作或是被捕 这是香港警察首次以国安法打压 同情抗争者的筹款计划 原名引药生的杰斯在社交网站帖文 说由他发起的千个巴马台湾助学计划 涉嫌洗黑钱及资助分裂国家 他的频道和其他节目将暂停运作 资料显示 千个巴马台湾助学的主要对象 是已经抵达台湾的香港示威者 资助他们读书和生活 杰斯早在今年2月已在网台节目介绍 有关计划由自己促成 他曾亲自到台湾接洽 并制定异想书 他多次强调不鼓励 不建议年轻人潜逃台湾 也不会参与任何潜逃计划 去年移居台湾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认为 很显然香港警察已把矛头指向支援示威者的众筹活动 除了发起者 响应众筹的人士也有坠入法网的可能 要考量把矛盾的地方不能留在香港 有没有可能现在台湾到一个银行一个地方 才去收集那个基金 近年来杰斯以时事评论员的身份活跃于网络频道 节目内容围绕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时事 林荣基不排除 资助他人分裂国家只是打压杰斯的借口 发起人就是网台的一个主持人 那后面是不是也有带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当你在香港的网台发表一些 他因为影响他的管制的一些言论 看起来他也有这个恐吓的一个作用这里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前香港种植秘书长黄之锋 前成员周庭和前主席林朗燕 在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包围香港警察总部 被控以删获非法集结等罪名 三人星期一当庭认罪 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即是还押至下周宣判 他们表示无悔抗争 并呼吁港人在民主运动的低谷中相互扶持 有关注团体认为 他们选择认罪显示香港司法制度已失讯于人 请听本台记者吕熙刘少峰的报道 去年6月21号正式反送中运动爆发的初期 大批香港示威者包围香港警察总部 要求追究警方在处理示威时 涉及的烂暴烂权行为 以及要求撤销对被捕人士的控罪 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自峰 前成员周庭和前主席林朗妍 被控善货 主职 以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 三个人征询律师意见以后决定认罪 周三出庭以前 三个人对记者说 已经有准备会被及时还押 黄自峰勉励港人 要在民主运动的低谷当中互相扶持 周庭表示 面对人伤第一次入狱 虽然感到不安 二拉呼吁外界继续关注其他 面对更严重控制的抗争者 以及12名被扣押在深圳 已经三个月的香港人 我对很多未知的未来 包括是将来的判决 有很多的不安 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有很多或比我们牺牲的 更多的手足们 朋友们 可能他们正面对更困难的处境 所以希望各位传媒朋友 或各位香港市民 或世界各地的朋友也好 除了我们三个以外 也要继续声援和关注不同的手足 包括被送中的12位手足 包括很多面对更重罪责的 更重更严重司法程序的朋友们 李朗言表示无会抗争 会继续坚持下去 他表示无论是港人亲眼所见所闻 或者国际专家的意见 都显示香港警察的合法性完全崩溃 反问包围警种是一个罪案 还是一个伸张正义 争取民主的必要之举 表示港人心中自有答案 案件有裁判官王思立处理 法庭播放当天案发情况的片段 指黄之锋在组织警种的未经批准集结上 扮演积极以及领导角色 控方又表示解锁黄之锋的手机以后 发现他在前一天在通讯网件Telegram发信息 提及包围警察总部的安排 三个人承认控罪 代表律师求情 表示黄之锋多年以来 在社会运动当中得到认同 政治生涯被拍成纪录片 而且当天的表现温和 在呼吁市民包围警种的时候 也会呼吁在场人士让路给救护车 裁判官定于12月2日宣判 三个人及时还押 在法庭外面几十名市民到场声援 包括香港天主教荣誓主教陈日君书记 在球车离开法院以前 大批市民原路向球车挥手道别 或者举起代表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的手势 有伤员者追着球车呼喊 黄之锋和林朗妍有球车送往立直脚收押所 两个人被手铐扣在一起 在进入收押所以前 他们一同回望自由的天空 涉及华府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声明 谴责裁判官王思立的决定 表示三个人是行使基本法浮予的示威权力 声明说三个人认罪是因为他们对香港司法制度 失去信心 武刀认为香港法庭能够独立公平公正的审判 并伸张争议 批评中共正破坏香港的分权制度和司法独立 香港民主委员会要求当局立刻释放三人 并恳请美国政府审视涉及相关案件的香港官员的行为 以确认这些官员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美港政策 而是要根据美国法律寓意制裁 去年6月17号 也就是200万人游行反对送中条例的第二天 24岁的黄之锋第三次出狱 相隔不到一年半 黄之锋在背负三重案件移公六条罪名 这一次被判罪成以后将会是他第四度入狱 黄之锋在上庭前夜在社交媒体发文 表示刚从香港公开大学毕业的他 也许无法出席自己的毕业礼 但是他表示有很多抗争者 连毕业的机会都没有 也许学业未能完成 已经被迫离开香港 更多人被囚在香港甚至中国的监狱 或者人生在去年11月已经画上句号 他引用去年冲击立法会以后 流亡美国的香港大学学院前总编辑梁济平所说 真正连接香港人的在语言价值之外是痛苦 既往经历的苦难不会让自己完全泄气 反而可以跟大家一样分担香港人这个族群要承担的苦难 9月中天的记者吕熙刘绍峰香港报道 美国可能的总统当选人拜登 在11月23号公布了六位重要国安和外交内阁名单 其中准国务卿布林肯 准总统气候特使克里 准国安顾问苏利文等都是奥巴马时代的老面孔 四年后这群资深的民主党外交官员将如何应对一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巨变了的中国 他们将会重回奥巴马时代的对华政策吗 以下是记者唐家杰的报道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积极就选举舞弊的指控打官司 媒体公布的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 已经开始为1月20日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做准备 11月23日拜登公布重要外交国安内阁的六位成员 拜登任命他长期外交幕僚 奥巴马时代的副国务卿布林肯为国务卿 拉丁裔的前副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为国土安全部长 非裔的资深外交官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前国务卿克里为总统气候特使 而年仅43岁的苏里文则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一支专业经验丰富又背景多元的团队 美国不能再以旧思维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拜登口中的新时代挑战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9月这么定调 下任美国总统将继承两件事 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越来越混乱的世界 我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领导力合作民主 对我而言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和拜登之间的深刻差异 曾与布林肯共事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 傅瑞珍告诉本台布林肯是追随在拜登身边数十年的外交测试 也是拜登外交政策的重要构建者 他是一位终身致力于国际关系政策的解除外交官 我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会有不同的定义方式 第一步就是重建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尤其在美国离开的几年被中国补上 并开始施展领导力的位置 奥巴马政府的老将们重掌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是否代表美国将重返四年前的对华政策呢 多数分析家认为 拜登将持续对华强硬的路线 但他会应用不同的工具 曾在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到人权倡议组织 三度与布林肯共事 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民主与人权项目 副助亲别尔辛斯基告诉本台 拜登政府不会改变对华强硬 对人权议题施压的立场 但证述会与特朗普政府有些不同 在美国与对中国有关的人权问题政策上 无论是香港还是新疆的情况 我可以肯定的说已经没有回头路 他说布林肯将更倚重盟友国 多边外交的模式向中国施压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将更重视透过多边机制 寻求与中国政府在特定议题上的合作 傅瑞珍则提到 在探究疫情起源 重启美国在北京的公卫办公室 气候变迁议题 以及美国是否重返CPTPP的议题上 将是拜登团队的首要挑战 在奥巴马的外交幕僚们重返工作岗位的同时 奥巴马11月17日刚出版的《回忆录》 应许之地中谈论中国领导人的章节 也引发热议 奥巴马在书中直言 他与胡锦涛的会面像是令人困倦的事物 其中一段细节写到 无论什么话题 胡锦涛都选择朗读一打厚厚的讲话稿 时不时停下来 等他的翻译把这些话翻译成英文 有时候翻译稿甚至比中文原稿还长 而在评价文家宝时 奥巴马则认为他令人印象深刻 是一个个子不高 戴着眼镜 讲话不需要看笔记 对当前的危机有着深刻理解的人物 傅瑞珍开玩笑道 回头看奥巴马面临的美中关系 仿佛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他说可以确定的是 当习近平与拜登首次会面 不会有人想打瞌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23号报道指出 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情报总指挥 史达德曼低调访台 但五角大楼与台湾官方对此未有证实 专家解读说 美台政府低调往来 是想传达信号表明 台美的军事联系密切 又不想太刺激北京 而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则再次明确传达了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一架美邦所属的行政专机 22号傍晚低调的降落松山机场 直到抵达台湾前才打开识别讯号 机上所在的是河人 22号有台媒报道 机上由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的JR少将情报处长 史都德曼访问团约8到10人 旋风停留49小时 不过台湾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都不证实 也拒绝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 对美方官员来访我们都表示欢迎 但是对这个个案的行程并没有公开 而且基于台湾跟美国的互信 外交部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也没有相关的评论 23号路透社引述了两名消息人士指出 无预警低调访问台湾的美方人士 就是负责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情报的海军少将史达德曼 不过总统府发言人张尊涵23号表示 基于台美互信不会透露官员是谁 行政院长苏贞昌23号受访也指说 那我们的代表团也在美国开会 那美国很多官员相继来台 那很多事情都要做准备 就像餐厅也要把它准备好 好菜一道一道端出来 准备好的时候会向国人同胞报告 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23号 在亚洲的行程当中回答记者提问 有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时表示 美国有一中政策 但是自从与北京建交后 美国也一直对台湾友人维持军售和人员训练的政策 我们与台湾的关系密切 特朗普总统曾经明确地表示 任何打算以说服或是民主选举之外的方式 使台湾和中国统一的企图 对中国来说都将有严重的后果 我无法想象一旦中国试图以武力犯台 在全世界会引发多大的反对声浪 因此美国与台北的朋友并肩同在 对于神秘的美国官员来访 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说 谈完想不知道是谁啦这样子 情报交换是很正常 因为你知道我们政府官员经常路过夏威夷的时候 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经常会跟他们的人碰面 不管是我们国王部的谁 我们跟美军也有例行的解放军的情报交换 不管是国安局跟美国CIA或是我们的国防部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已经有潜力 官阶算不上突破 不过因为主管印太情报交流 显得有其分量 接种指出 我坦白讲 就是说今天如果他们真的要以保密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求的话 他那个专机其实可以降落在任何一个军用机场 而不用去降松山机场 松山机场太引人注目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 有人试图让这个讯息为外界所知 所以美方才会放消息给路透社 印太司令部它基本上是以任务为导向 那尤其来的又是主管军事情报的 那通常主管军事情报跟作战的不能 不太会配合政治动作做什么演出 所以我相信早就排定就是在这个时间要举行的 跟我们最近的军机失事 或者是说川普即将卸任 我觉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有媒体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正在计划将89家 中国航空航太军事相关企业列入实体名单 限制他们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技术 有分析指出 这表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军控制企业的担忧日益增加 此举可能会加剧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 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美国商务部正在拟定一份草案 计划将中国商用飞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共89家企业与实体 列入与中国军方相关的名单 路透社指出 若被认定是军方终端用户的中国和俄罗斯公司 美国供应商需事先获得许可 才能够向其供货 而获得销售批准的难度相当的高 若名单通过的话 外界认为可能加大中美贸易的紧张度 此前特朗普政府上周五传出 将再认定四家中国企业与解放军有关 并限制美国人对其进行投资 此举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 在这一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内 试图巩固对中国鹰派的做法 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 李恒清就告诉本台 此限制也符合特朗普政府 以国家名义限制中国企业的一系列举措 今年四月 美国商务部扩大了军事终端用户的定义 不仅涵盖武装部队和警察 还包括了支持或是协助军事用品维护 或是生产的个人或是企业 李恒清指出 中国军民融合的战略 使得教育高科技产业 与解放军的界限异常模糊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商务部在文件中表示 能够控制美国技术流向名单中的公司 对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说 至关重要 此份名单包含的中国商用飞机 近年发布载体客机C919 意图在商用客运民航机领域 突破波音和空中巴士的主导地位 美国企业通用电器和霍尼维尔 都是其供应商 美国媒体今年2月曾经报导 特朗普政府有意限制通用电器 向中国出口航空发动机 但是通用电器表示 已经获得了出口许可 美国制库兰德公司的东亚专家 哈洛德就告诉本台 此限制可能拖延中国航空业的发展 且若中国的航空业失去美国供应商 转而依靠欧洲的话 以现行欧洲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不一定有所注意 但是哈洛德也提醒 此限制有可能造成 美国企业的销售受阻 新政府上任后的对华政策 是否依旧强硬 亦或有其他的考量 也有待观察 其中的一个因素 可能是由现任政府 对中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 但是现实面上 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 也会对中国的商业航空领域 抱有雄心勃勃的经济企图心 或者至少是对美国经济的担忧 波音737 MAX客机 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付飞 但是尚未获得中国民航局许可 在两次的事故之后 中国于2019年3月 成为第一个将此机型停飞的国家 中国商飞公司宣布2021年 将交付首架的C919客机 但目前为止C919尚未拿到 美国联邦航空局 以及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许可 买家多为中国的航空企业 对此限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斥美国政府 应该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 美国商务部则是不予置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浙江省一名大学教授 因为不愿意接受杭州一家动物园 办理年卡入园必须人脸识别的规定 把动物园告上了法庭 成为中国消费者 起诉商家的人脸识别第一案 法院一审裁定 动物园违约收集有关信息违法 判处赔偿被告1000多元 并删除办卡时提交的照片 有法律学者认为 判罚过轻 如果被告不是商业机构 而是政府 相信裁决很可能改写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本身是法学博士的郭冰 去年4月用1300多元 购买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年卡 办理时被告知 要用指纹识别入场 但几个月后 动物园通知郭冰 系统已经升级 他要注册人脸识别 不注册的话就不能入场 也不能取消年卡退款 郭冰决定向法院提出起诉 郭冰的理据是 政府或公安当局为了受惠公共秩序 采取人脸识别可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是动物园强制要求游客进行人脸识别 则显然违反了消费者权益法的规定 他又认为脸部特征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一旦被非法提供或者滥用 极容易损害消费者权益 杭州富阳法院上星期五宣判 认为野生动物世界在经营活动里 使用指纹或人脸等生物识别技术 没有违反法律 但在合同旅行期间 把原本的指纹识别入园方式 单方面改为人脸识别 则属于违约 判决动物园赔偿国冰1038元 并删除国冰办理指纹脸卡时提交的照片 以及其他面部特征信息 国冰认为一审判决有矛盾 法院一方面认定收集人脸信息没有必要 因此要删除 却又认为不构成欺诈 正研究是否上诉 旅美法律学者腾标批评法院判罚过轻 这个钱太少 完全没有办法弥补精神上的损失 对于侵犯者来说 这1000块钱也完全起不到阻贺的作用 除非有几千几万人同时起诉 然后每个人拿到1000块 那这样的话可能有才会对于侵犯公民隐私权的那些机构 或者商家起到惩罚和阻贺的作用 部分法律界人士欢迎杭州法院的裁决 认为有助加强保障个人隐私 并相信民法典明年1月生效施行 把生物识别信息纳入个人信息保护范畴后 隐私权会有更充分的保障 中国本来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当公民和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么法院法官基本上很难保证 这个独立的和中立的判断 所以一旦这个案件被政治化 法院不可能按照法律来审判 这起法律诉讼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 新华社等官媒也详细报道 关注事件的公益人士杨展青认为 这反映了人脸识别在中国无孔不入 影响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 在目前的中国到处都有人脸识别应用 并且是作为强势的政府商家 他们都是用这种各式合同 霸王合同等方式去收集信息 有的甚至连合同告知都没有 作为被收集的个体 往往它处于被动的地位 这些个体有维权意识 并且用行动能力进入 法律诉讼程序的却很少 所以这样的案件会被关注 另外这个案子的被告是商业公司 并非政府 所以敏感级别相对低一些 这就给国内的媒体关注的空间 特殊虽然原告胜诉 但不足以重为案例 同类事件仍有可能再发生 这个判决它只是按照合同纠纷审理 并没有按照侵权案件立案并审理 那这就基本不涉及 作为被告的商业公司 他们采集消费者生活信息 是否合法 是否不要 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就是把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简单化处理了 明显的和原告的初衷也不符 那这就没办法去阻止 其他公司用类似的方法 去收集消费者的生活信息 并应用于日常经营中 杨展青批评中国一些商人 为了节省成本 以人脸识别代替人手 验证顾客身份 他说在维护商业运作安全的同时 消费者隐私和权益 也必须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最近关于长租公寓公司 蛋壳公寓资金链断裂 破产倒闭 财务跑路的负面新闻 在网上广泛传播 房东被拖欠房租 房客深陷租金贷 使得上百人日前 聚集在蛋壳公寓公司 北京总部门前维权 引起了相关管理层的重视 然而有关部门监管缺位 长租公寓作为新兴经济体 屡线爆雷漩涡 承担风险的消费者 如何才能够挽回损失呢 今天本台记者肖一斌的报道 长租公寓公司 蛋壳公寓爆雷事件 持续升级 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 许多蛋壳租客发帖称 因蛋壳拖欠房东租金 租客遭到房东驱赶 现在不仅面临 无家可归的窘境 还背上了高额租金带 有网友发布蛋壳房东 与房客发生冲突的视频 网友说蛋壳两头片 把自己撇开 激化业主和租客的矛盾 也有网友在蛋壳公寓的话题下 发声说 有受害者被逼 走上了跳楼的维权绝路 此次租金带成为 蛋壳爆雷漩涡的中心 租金带及租客 与长租公寓公司合作的 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 金融机构向长租公寓 全款支付房租 再由租客分期 向金融机构偿还房租贷款 蛋壳公寓长期与微重银行合作 并通过低廉房租 月付折扣等优惠吸引租客 然而在签合同时 蛋壳并未向其说明 月付实为租金带 一旦蛋壳持续暴雷 租客不仅无家可归 还要背上高额的房租贷款 如不继续按期偿还 则会影响个人征信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前教授 杨绍正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国家通过补贴免税等措施 将长租公寓新兴经济体扶持起来 但在相关监管方面 政府的调控手段并未及时跟上 存在监管滞后缺席的问题 杨绍正认为 在现有体制下 房东租客 作为长租公寓暴雷的受害者 无法向破产跑路的蛋壳公寓追责 只能问责政府领导下的监管部门 蛋壳公寓并不是长租公寓暴雷的个例 为应对长租公寓暴雷潮 国家有关部门紧急出台新规 多地也纷纷跟进 加强监管 今年9月 住建部发布住房租赁条约征求意见稿 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义 诱导成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 并明确了具体惩罚标准 此外 成都 杭州等地下载通知 要求住房租赁企业收取的租金 押金 及通过租金贷获得的资金 应存入租赁资金专用存款账户 接受监管 但如何降低个人租金贷风险 官方并未给出答案 网名为财经冷眼的旅美财经分析人士 通过文字告诉本台 此前国家扶持长租公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压房价 但最终是社会上的风险资本 看中了长租公寓这块蛋糕 让这个行业成为一个新的风口行业 他说现在不可能再免税扶持了 这个万一的行业已经发展成为了下一个P2P 现在风险太高了 财经冷眼认可国家监管的缺位 特别是在规避个人租金贷风险方面 他写道 租金贷这块只能对放在金融公司的利率加强限制 或者就是不让进行租金贷的业务 这需要政府出台法规强制执行 没有其他的办法 财经冷眼表示随着多个省市明文下达限制措施 租赁带一体的长租公寓模式发展前景黯淡 他认为有关监管部门应该吸取此前P2P爆雷的教训 不要直到最终债务都崩断 一地鸡毛才后悔莫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一斌 华盛顿报道 西藏纳取比如县的三名藏人近期遭到中共当局的政治迫害之后 澳大利亚藏人和支持者于上周五在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前展开示威集会 抗议中共对藏人进行任意拘禁判刑和虐杀 请听特别记者单真的报道 澳洲地方西藏青年会于上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十二点半 组织近百名藏人在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前举行示威集会活动 高呼停止在藏屠杀 释放西藏政治犯 让西藏自由等各种口号 要求中方停止迫害罪行 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支持者也到场表达声援 澳洲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尊朱伟瑟在示威集会现场向本台表示 举办这一活动主要是为了声援 近期被中共迫害的西藏比如县三名藏人 其次是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表达诉求 他说西藏比如县36岁妇女拉姆 因为托起表哥丹增塔巴 向居住印度的亲人会前 两人与今年六月相继被当局拘捕 随后当局在拉姆加发现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语 传法光碟 对他实施各种酷刑折磨 两个月后他被送医抢救 但是因为伤势过重 在住院两天后死亡 依下三个年幼子女 他的表哥丹增塔巴 现年39岁 被捕后一度失踪 目前得知被关押在纳曲监狱里 另外比如县36岁的歌手 伦珠扎巴 也于今年六月被当局以煽动 及参与分裂活动的罪名 判处六年徒刑 他于去年五月 被当局指控演唱反政府歌曲 而遭拘捕 活动主办方要求中国政府 立即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 停止对周边小国及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威胁 尊珠维瑟表示 只有中共暴政解题 受难民众才能得到解脱 因此呼吁国际社会 密切关注西藏局势 紧急采取行动 营救狱中政治犯 参加示威集会的华人麦克 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麦克呼吁每个人站出来 指责中共的迫害行径 来到澳洲以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 比如说维权人士在中国受到打压 藏族人新疆人在中国受到迫害 所以有些人在中国大陆出来以后 很容易改变 因为在这里确实我们能获得 很多新闻信息 很多不同角度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已经 濒临崩溃的大陆政权体制下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 指责他的错误 要求他改变 另一位唐姓华人 也接受本台采访时 呼吁所有人站在同一战线 反对共产党 中共对西藏的压榨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属于中国那个东北人 他对东北整个中国 他都压榨 不光对西藏新疆 包括只要是反政府的人 他都会压榨 所以说我们 深圳当一站在同一战线 我们要一起站出来 反对共产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单真的采访报道 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被加拿大当局逮捕 即将届满两年 有团体组织发起 释放孟晚舟的宣传活动 激起加拿大舆论的强烈反弹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表示 对于当年逮捕孟晚舟的行动 一点都不后悔 请听特约记者刘飞的报道 孟晚舟2018年12月1号 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逮捕时 是否有滥用程序之嫌呢 加拿大卑诗审法院 本周将陆续传唤几名皇家骑警证人 来说明当时情况 上星期的聆讯中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 坚持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有权在评估个人入境时 拿走入境者的电子设备 否认收到皇家骑警要求 取得孟晚舟的设备及密码 以协助美国当局搜集证据 即使有法庭正在举行公开聆讯 但有团体组织在孟晚舟被捕 将届满两周年之际 发起释放孟晚舟的宣传活动 将在11月24号举办网络会谈 加拿大新民主党国会议员爱书顿 绿党国会议员曼利 和法界商界等专家都会参与 12月1号还将举办大型集会活动 申援孟晚舟 爱书顿还支持了一个 释放孟晚舟的请愿签名活动 欲请沃泰华释放孟晚舟 并允许华为参与5G建设 长期参与政治事务的 加拿大新民主党内骨干分子之一的 王璐称 加拿大是自由民主国家 人人都可以发起呼吁活动 表达意见 但爱书顿或曼利的做法却不恰当 因为他们是现任国会议员 理应知道在这个阶段 政治不该介入司法 她不应该采取这种行动 她为什么没有呼吁中国 要释放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弗呢 有人还说我们可以采取人质交换 用孟晚舟换两个加拿大人回来 但问题是孟晚舟不是加拿大的人质 不该把事情扭曲了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 是外交委员会重要成员 他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 拜登政府也很明白 中国对国际自由社会带来的冲击 所以将和加拿大等盟国共同合作 制定出一套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 中国在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下 就逮捕了加拿大公民 这又是进一步表明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不仅在区域范围内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变得更具侵略性 他们不尊重知识产权 他们不尊重法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周五 在亚太经合会上也提到 他从未对逮捕孟晚舟的决定 感到后悔 因为加拿大与最亲近盟友 缔结的引渡条约行之有年 加拿大不能够选择性的 只在方便或是容易的时候才执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中国政府2019年禁止影片 参加角逐台湾的金马奖 因此2020年的金马奖 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独立中国电影人敢参赛 最后有两部有关香港反送中运动 以及中国乌坎事件的影片获奖 流亡香港的中国导演应亮 告诉本台记者 现在世界变了 中港台3D的电影人 很融洽地坐在一起 欣赏电影的情景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不管眼前的航程有多迷 希望我们依然可以相信 记录和想象力的力量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金马 我真的获得很多能量 我现在就想冲回去拍一片 谢谢 来自中国 在香港工作多年的女导演 李哲希指导 将近有9年记录中国乌坎村民 集体抗争土地遭到贪官 非法变卖的围裙事件 在香港制片的迷航 拿下了第57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李哲希含泪致辞感谢 能够得到金马的认可 真的是意义重大 特别是对一个新导演来讲 以去年香港反对逃犯条例 示威为题材的叶金 摘下最佳剧情短片 缺席导演郭真 透过制片戴维宣读谢词 表示这部片属于世界 每个不同角落 而又拥抱良知的香港人 郭真敢言最后说 最后想向全世界讲 愿自由归于人民 继续抗争 申援12港人 在中国电影第二年缺席下 夜经 迷航 两部香港电影获奖 更引发关注 移居台湾的香港 作词人林夕 在脸书写下 香港的血与泪 渗透于今夜的金马 评审团之一 台湾导演林振胜23号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 在那个影片里面我看到的 不只是那个香港的血与泪这样的一个文字 我看到的是一个生命 它在这个在一个时代的让头上 它在挣扎 它要表达 那个生命的冲动才是我最感动的 中国电影局去年出台禁止参加金马的禁令 林振胜表示 还是看到有个位数的大陆电影 都是独立制作 其中有一片是他评的第二名 但是林振胜却欲言又止 我实在不想讲那部片名 我很害怕他在大陆 他在大陆 因为我们给他的赞美 而他被造麻烦 对于这种冒险 也要参赛 林振胜说 中国电影局今年并没有大动作宣誓禁令 但仍然只有极少数的中国独立电影参赛 或是以香港片参赛 中国流亡导演应亮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所以金马这么敏感 牵涉到一个 就是颠覆国家的问题 当然没有人敢了 只要是体制里的电影的话 就很正常的 因为世界都变了 而且一直在变 你比如说 现在都可能战争 对吗 那么肯定电影这件事情 跟金马奖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 非常正常 那打仗了 你就更不可能 什么中港台很融洽 在一起放个片 上台大家鼓励一下 这个时代已经过了 对吗 台湾知名导演李行 23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也提到没有大陆片的景况 我想现在是对我们台湾年轻人 是一个鼓励他们创作的 一个最好的机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 特别开辟了 伪赘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 可以借助此网址 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 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越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 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 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协线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 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 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湖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 11月23号发表报告指出 新冠疫情将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长远的影响 这一倡议的成员国信用压力上升 中国对成员国的投资也大幅下滑 报告披露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成员国的投资 2020年上半年为235亿美元 而去年全年有1047亿美元 穆迪还表示 即使中国未来的政策目标仍然支持一带一路 但2023年之前 新投资也不太可能恢复到2014至2019年的水平 但中国仍在推动贸易区域化 并致力于扩大经济影响力 这将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发展 去年被中国央行接管的 全国最大的地方性商业银行 包商银行将很快进入破产程序 中国银保监会在11月23号发布的公告中 已经原则同意包商银行进入破产程序 此前 中国央行公布的报告中显示 包商银行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拥有5760亿元人民币资产的 包商银行去年5月底被中国央行接管时 曾在金融界引起广泛震动 央行行行长易刚当时还表示 央行完全有能力管理中小银行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采访 11月23号发表文章 呼吁中国改革生育政策 让家庭自主生育 文章在中国地方官媒《北京日报》上发表 文章指出十四五期间 中国人口增长率将逐年下降 人口高峰值可能提前到来 转成负增长 同时老龄化将加快 对中国的经济民生提出诸多挑战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